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首先,新一年,年初一,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进步 希望这段片在年初一,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恭喜发财 希望大家在新一年,继续听我的频道,听我的后备频道,越听越发 祝大家,事事顺利 好,今天是大年初一,说些开心事 说陶大宇加姜濤,司拉杀手 说一下历界司拉杀手,究竟是谁脱命而出 好,话说陶大宇回来香港,我早前的影片都分析过 他应该会和MIRROR和姜濤合作 而陶大宇呢,亦都是因为翻唱这个 倒转地球,再次彈起 更加有一段影片,就说他去观塘,快闪现场成为网络业画 其实呢,陶大宇红,如果年轻一点也不知道,陶大宇 其实年前已经很红了,红到什么呢?那时候的TVB拍剧 已经成为有个绽号,红到,红到什么呢? 绽号是什么? 不过去到今时今日,十几二十年了,已经三十年了, 那麽司拉杀手都换了好几代 好,那接下来,2022年,有谁可以成为新世纪十大司拉杀手呢? 首先,根据报道,第一位,姜濤 原来姜濤一直都得到很多粉丝的支持 而当中呢,也有很多司拉杀手,没有便宜 不少纪录片,报道也反映出不少妈妈的粉丝 好,第二位,Anson Lo Anson Lo,向来的粉丝财力红厚,应援力强劲 他生日等等,都遭用一些大型的Banner去生日 少女粉丝当然是一大阻力,但有一班司拉粉丝财力救到很大的功劳 第三位,丁子朗,丁子朗就是无线的剧集 清出不要面,现在做的热播 令到很多司拉的粉丝对他的人气更加高企 第四位,周家乐,什么叫周家乐? 就是爱回家,开心速地,TVB的最红剧集 而处落不少司拉的粉丝 相信之后他还有一些新剧推出 人气更加厉害 第五位,丁卓安 丁卓安是很多梅本仔粉丝 自从《大叔的爱》播出之后 都有不少司拉粉丝支持 接着呢,第六位是陈浩 陈浩就比较老一辈了 他虽然跟陈一未结婚,但好爸爸的形象深入云三 绝对不是不少司拉的梦中情人 陈展鵬,第七位 陈展鵬也有份拍的剧集 套套都高收视,多观众看的 近排出这个无线的新剧集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人气高期 都有很多司拉粉丝 第八位,马国明 马国明就是主打乖乖的形象 又被之前安心事件出卖 成为感情创伤的受害人 楚楚可怜受到很多人的外护 很多司拉都希望有个这么好的儿子 很有那么聪明,那么孝顺 第九位是河港佩 河港佩出名的帅男 在白色强人 和刚刚上排做了一个二手店 都有很多好评 新一代的司拉杀手店 怎会没有他呢 第四位是黎洛伊 尼洛伊结婚后 做了富贵的富马 形象很深 有好爸爸,生了个孩子 一直得到粉丝的支持 所以陶大宇当初演出一号王庭 得到关注,后来成为司拉杀手 后来唱《倒转地球》 配合音乐 做一些撥水式动作 台风非常够 不得了 还有他之前做一些丁蟹角色 也很厉害 话说以前还有一个吴启华 吴启华做《妙手人心》 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也很厉害 我自己怎么看呢 高登仔 绝对是姜濤 2022年 不用说 他年尾 我的人气更加急升 直到今时今日 退到2022年年头 他人气都没有停过 你看高登仔 那么多片 有关他都知道 他绝对是 新闻人气榜 这样的司拉杀手 新一代的头一位 绝对是他 如果高登仔敢说 2022年 都会是姜濤的世界 所以呢 年初一 我说的那段片 大家绝对他 是吧 大家做一个见证 我高登仔 比印度神童更厉害 是吧 姜濤一定会在2022年 成为新 继续 红霸天下 是吧 好 那 年初一 不说这么多了 再恭喜发财 新年进步 继续支持我的主频道 和后备频道 多谢 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首先新一年 年初一 祝大家 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希望这段片 在年初一 和大家打一个 招呼 恭喜发财 希望大家 真的 在新一年 继续听我的频道 听我的后备频道 越听越发 祝大家 事事顺利 好 那 今天大年初一 说些 开心事 说 陶大宇 加姜濤 斯拉杀手 和说一下 这个 历界 斯拉杀手 究竟是谁 脱平而出 2022年 好 话说 陶大宇 回来香港 我早前的 影片 都分析过 他应该和MIRROR 和姜濤 合作 而陶大宇 亦都是因为 翻唱 倒转地球 再次彈起 是吧 那 更加有一段 影片 就说他去观塘 快闪现场成为 网络业画 那 其实 陶大宇 红 如果年轻一点 就不知道 陶大宇 其实三十年前 已经很红了 红到什么呢 那时候TVB拍剧 已经成为 有个卓号 红到 红到什么 卓号是什么 斯拉杀手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 还记得这些东西 因为斯拉 很喜欢他 去到哪里 都经常被斯拉 围着拿签名 成为香港娱乐界 首相 首先第一个 斯拉杀手 不过 去到今时今日 都十几十年了 那 已经三十年了 那 斯拉杀手 都换了好几代 好 那接着 在2022年 又 哪个可以成为 新世纪十大 斯拉杀手呢 首先 根据报道 第一位 姜桃 原来姜桃一直都得到很多粉丝的支持 而当中也有很多斯拉 围着 没有便宜 不少纪录片 也反映出不少妈妈的粉丝 好 第二位 Anson Lo Anson Lo 向来 粉丝 财力 雄厚 应援力 强劲 生日 等等 都遭用 一些大型的 banner 去生日 少女粉丝 当然是一大阻力 但有一班 斯拉粉丝 财力 救了很大的功劳 第三位 丁子朗 丁子朗 就是无线的剧集 清出不要面 现在做的 热播 令到很多斯拉的粉丝 对她的人气 更加高企 第四位 周家乐 什么叫周家乐 就是爱回家 开心蓄地 TVB的最红剧集 而处落不少斯拉的粉丝 相信之后 她还有一些新剧 推出 人气就更加厉害 第五位 丁 雷卓安 是很多梅本仔粉丝 自从大叔的爱 播出之后 也有不少斯拉粉丝支持 接着呢 第六位 就是陈浩 陈浩就比较老一辈 她虽然跟陈欣未结婚 但好爸爸的形象 深入云三 绝对不是 不少斯拉的梦中情人 陈展鵬 第七位 陈展鵬也有份拍的剧集 套套都高收视 多观众看的 最近出现了 无线的新剧集 所以她自己本身 人气高企 也有很多斯拉粉丝 第八位 马郭明 马郭明就是 主打乖乖的形象 又被之前 安心事件出卖 成为感情创伤的受害人 楚楚可怜 受到很多人的外护 很多斯拉都希望有个 好的儿子 好友 聪明 孝顺 第九位 何港配 何港配 出名的帅 帅 白色强人 以及 刚刚上排 做了一个 二手店 都有很多好评 新一代的 斯拉殺手 怎会没有他呢 第四位 黎諾伊 更加 黎諾伊結婚之後 做了 富贵 富贵的座马 形象很深 又很爸爸 生了个孩子 一直得到粉丝的支持 陶大宇 当初 演出《一毫皇庭》 得到关注 后来 成为《斯拉殺手》 后来 唱《倒转地球》 配合音乐 做一些 撥水式动作 颱风非常够 不得了 还有他之前 做一些丁蟹角色 也很厉害 那话说 以前还有个 吴启华 吴启华 做《妙手人心》 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都很厉害 那我自己怎么看呢 高登仔 绝对是姜濤 2022年 不用说 他年尾 我这个人气更加急升 直到今时今日 去到2022年年头 人气都没有停过 你看高登仔 那么多片 有关他 都知道 他绝对是 新闻人是绑的 那《斯拉殺手》 新一代的头一位 绝对是他 如果高登仔敢说 2022年 都会是姜濤的世界 所以呢 年初一 我说的那段片 大家踢低它 是吧 大家做一个见证 我高登仔 比印度神童更厉害 是吧 后备频道 多谢 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首先 新一年 年初一 祝大家 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希望这段片 在年初一 跟大家打一个 招呼 恭喜发财 希望大家 真是 在新一年 继续听我的频道 听我的后备频道 越听越发 祝大家 事事顺利 好 今天是大年初一 说一些开心的事情 说 陶大宇 加姜濤 斯拉杀手 还有说一下 历界 斯拉杀手 究竟是谁 脱命而出 2022年 好 话说呢 陶大宇回来香港 我早前的 影片 我也分析过 他应该会和MIRROR 和姜濤合作 而陶大宇呢 亦都是因为翻唱 这个 倒转地球 再次 彈起 是吧 那 更加 有一段 影片 就说他去观塘 快闪现场 成为网络业画 那 其实呢 陶大宇红 如果那些年轻一点 就不知道 陶大宇红 其实年前已经很红了 红到什么呢 那时候 TVB拍剧 已经成为 有个绰号 红到什么 葛卓倫是什么 大宇红 una 不知现在的很认识 我还记得这些 有的是 一些大宇红 非常喜欢他 到哪儿都常常被 那些大宇红 要遇到了 成为 香港娱乐界首相 首先第一大宇红 尊号的艺人 不過,去到今時今日,十幾二十年了,已經三十年了, 斯拉殺手都換了好幾代, 接下來在2022年,有誰可以成為新世紀十大斯拉殺手呢? 首先,根據報道,第一位,姜濤 原來姜濤一直都得到很多粉絲的支持, 當中也有很多斯拉,沒有便宜, 不少紀錄片,也反映出不少媽媽的粉絲, 第二位是Anson Lo, Anson Lo,向來的粉絲財力洪厚, 應援力強勁, 去生日等等,都遭用大型的Banner去生日, 少女粉絲當然是一大阻力, 但有一班斯拉粉絲,財力救到很大的功勞, 第三位是丁子朗, 丁子朗就是無線的劇集, 清出不要面,現在做簡易熱播, 令到很多斯拉粉絲對她的人氣更加高企, 第四位是周家樂, 什麼叫周家樂? 就是愛回家,開心速地, TVB的最紅劇集, 而儲落不少斯拉的粉絲, 相信之後她還有一些新劇推出, 人氣更加厲害, 第五位是伊丹, 呂卓安, 呂卓安是很多梅寶仔粉絲, 自從《大叔的愛》播出之後, 也有不少斯拉粉絲支持, 好, 接著呢, 第六位是陳浩, 陳浩比較老一輩, 雖然跟陳一未結婚, 但好爸爸的形象深入雲三, 絕對不是不少斯拉的夢中情人, 陳展鵬第七位, 陳展鵬也有份拍的劇集, 套套都高收視, 多觀眾看的, 最近出現無線的新劇集, 所以她自己本身的人氣高期, 也有很多斯拉粉絲, 第八位, 馬國明, 馬國明就是主打乖乖的形象, 又被之前安心事件出賣, 成為感情創傷的受害人, 楚楚可憐, 受到很多人的外護, 很多斯拉都希望有個這麼好的兒子, 很有這麼聰明, 這麼孝順的, 第九位是河港佩, 河港佩呢, 出名的英俊, 白色強人, 還有剛剛上排做了一個二手店, 都有很多的好評, 新一代的斯拉殺手店, 第四位是黎諾伊, 更加, 黎諾伊結婚之後, 做了富貴的庫馬, 形象很深, 又很爸爸, 生了一個嬰兒, 一直得到粉絲的支持, 所以, 陶大宇, 當初, 演出《一號王庭》, 得到關注, 後來就成為斯拉殺手, 後來唱《倒轉地球》, 配合音樂, 做一些撥水式動作, 颱風非常夠, 不得了, 還有去之前, 做一些丁蟹角色, 都很厲害, 話說, 以前還有一個吳啟華, 吳啟華做妙手人心, 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都很厲害的, OK? 那, 我自己怎麼看呢? 高登仔, 絕對是姜濤, 2022年, 不用說, 他年尾, 我的人氣更加急升, 直到今時今日, 退到2022年的年頭, 人氣都沒有停過, 你看, 高登仔這麼多片, 有關他都知道, 他絕對是, 新聞人是綁的, 斯拉殺手, 新一代的頭一位, 絕對是他, 如果高登仔敢說, 2022年, 都會是姜濤的世界, 所以呢, 年初一, 我講這段片, 大家劇低他, 是吧? 大家做一個見證, 我高登仔, 比印度神童厲害, 是吧? 姜濤一定會在2022年, 成為新, 繼續, 紅掛天下, 是吧? 好, 那, 年初一, 不講那麼多了, 再公祝大家, 恭喜發財, 新年進步, 繼續支持我的, 主頻道, 和後備頻道, 多謝!